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我频道的朋友们 请你们别忘了订阅 我在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老猪龙门阵》笑话串串骚当中 每一天会讲一两个笑话 同时会披露一些国内外显为人知的秘密 今天我就会讲一个发生在美国的真实的故事 这个故事有可能会摧毁你的三观 甚至让你恶心 但是这个故事你听完以后 你会感觉人队还是有希望的 咱们先来说一个突发新闻 昨天台湾26作战队的队长蒋真志 这是一位上校 上校开了一架F-16战机 在升空后几分钟就失联了 网上有人说这架F-16停到了中国厦门的军用机场 蒋真志上校投靠大陆了 台湾方面说这架飞机是失事了 老夫认为这架飞机失事的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你想如果是投靠了中共 那中共的各大媒体 岂不会欢心鼓舞 岂不会大肆宣传吗 中共一定会对这位投奔共产党怀抱的爱国之士 取以高官厚禄 所以我想既然中共的媒体没有报道 那肯定这架飞机是失事了 好 还是老规矩 咱们讲第一个笑话 一位科长拿着秘书小李写的讲话稿 他叹了口气说 哎小李啊 你写的材料还是不够硬啊 知道领导讲话时最关键的是哪两个字吗 小李忘了他 这科长说 就是性感两个字 忘了小李一脸蒙圈的样子 这科长继续说 性就是要有必要性 重要性 长期性 兼具性 复杂性 感 就是要有使命感 责任感 危机感 紧脱感 荣誉感 你记住 领导讲话 也要像叫床一样 要 要 不要 还要 朋友们 你们要是听过 看过新闻联播 或者是人民日报 新华社等等文章 或者是看过各个单位的红头文件 他们的这些文章是不是都非常的性感呢 咱们来说第二个笑话 论说话顺序的重要性 如果你说一个女大学生晚上去夜总会陪酒 听起来感觉就不太好 不是正能量 但是如果你说一个夜总会的小姐白天坚持去大学听课 那就是满满的正能量 那就是满满的正能量了 所以说话的时候顺序特别重要 小和尚问师傅 师傅 我可以练经的时候抽烟吗 师傅愤怒地答道 不可以 小和尚又问 那我可以在抽烟的时候练经吗 这个师傅听了 非常高兴 有这么一句话 我想和你一起睡觉 那是流氓 我想和你一起起床 那是徐志摩 顺序很重要 想一想 现在一大群犯罪分子 还在政府各部门坚持为人民服务 真是很励志啊 好 书归正传 今天给朋友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前面我说过了 这个故事可能会摧毁你的三观 也可能会让你恶心 也可能会让你觉得 老猪是在讲阴谋论 但只要你听到最后 你还是会觉得 尽管如此 我们人类还是有希望的 这个故事可能比较长 我会分几段把它讲完 今天咱们讲第一段 这个故事 它是发生在 华盛顿首府一个卖披萨出名的店 店的名字呢 叫卉星乒乓 就是打那个乒乓球那个乒乓 店的老板叫詹姆斯 阿基里斯 阿莱芬帝斯 这个名字很长 咱们就记他一个 阿莱芬帝斯 这位阿莱芬帝斯 于2009年 开了这家饭店的时候 他说自己没有很多钱 也没有什么名声 然而 仅仅是六年的时间 就是到了2012年 他摇身一变 成为了华盛顿首府 最有全市的50个人之一 他把他的卉星披萨店 描绘成一个 适合全家用餐的餐厅 但是他的推文和发的帖子 却和他说的话 大相径庭 灰星披萨店中 常常成立一些 非常具有独特品味的 艺术家的作品 比如这些 这些 还有这些 恐怕一般正常人 都不会带着小孩 去这种装饰这么恶心的 披萨店消费的 但是很奇怪 他的客人当中 竟然有希拉里 奥巴马 还有大卫 布鲁克 等等等等 希拉里奥巴马 我就不向各位介绍了 介绍一下 这位大卫 布鲁克 他是美国媒体事务的创立人 是一个先进研究和信息中心 致力于全面坚持分析和纠正 美国媒体中的保守错误信息的组织 布鲁克 创建了更正记录 专门删出所有社交媒体上 关于希拉里的不良信息 2010年他收到了乔治索罗斯的100万美元 朋友们听到这里 是不是感觉这位布鲁克 就和中国的网管差不多 这个披萨店的老板 他和波德斯塔兄弟关系密切 其中约翰波德斯塔 是克林顿总统白宫办公厅主任 奥巴马总统的顾问 2016年希拉克克林顿 总统竞选办公室主任 咱们看起来这位老板就很流差 你相信这些政客们只是喜欢吃披萨 和看那些恶心的画作吗 我现在来给朋友们读一读 这位老板给某个权贵发的电子邮件 本月我们有五个新鲜披萨给你品尝 我们还有四个以上团聚剩下来的披萨 这是个打折出售的价格极其低 因为它们非常不健康了 而且也不会存活 但有一个要求 就是买的人必须在团聚结束前 吃完你的披萨 这个月的特价 有一个打七折的残酷折磨 下面每一个高清的照片 售价一千美金 我差点忘了 这位披萨店老板 他还有几个朋友 一个是克林顿的信仰理疗师 巴西人称上帝之约翰 此人因为常立性奴隶 并迫使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怀孕而被逮捕 还有背叛恋童P的大名鼎鼎的杰弗里 爱佛斯坦 还有最近因为多项强奸罪而被逮捕的凯文 Spice 现在我给大家看一张安保镜头下 躺在惠心披萨店地下室 乒乓球台上的儿童 还有一个通向神秘地方的后门 几张墙上挂的充满诡异的略童画 画的作者是一个童年时期经历过折磨 被强奸的可怕知识的画家 恋童P们所喜爱画作的背景中 那个游泳池在现实中是存在的 就是坐落于北卡罗来纳州 阿斯维尔的比尔特末豪宅的地下游泳池 这个豪宅属于百万富婆 格罗尼亚 范比特尔 他最近刚刚去世 享年95岁 我们接着来 巴一巴这位披萨店的老板 他原来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嫡系子生 为什么 希拉里 奥巴马 克林顿 还有波特斯坦兄弟 这些美国上层的政治家 他们都想和这个变态的 阿莱芬蒂斯共度时光呢 除了他是世界上最富有两个人之一的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嫡系子生以外 朋友们 我再告诉你们 他们这个圈子有个常用的暗号 比如披萨就等于儿童 启司等于是女童 意大利面等于是蓝童 热狗等于蓝童 冰淇淋等于蓝季 核桃等于黑色的皮肤 酱等于五人以上的新派队 地图等于金业 黑色等于虐待狂 白色等于处女或者是处子 有一封叫苏珊的发给波德斯塔的电子邮件 我给大家念一下 嗨 约翰 房产经济发现了一个手帕 我想手帕上有一个地图 好像是和披萨有关的 是你的吗 如果你要 他们可以寄给你 我知道你忙 所以如果不是你的 或者你不要了就不用回复我 还有一封邮件 这封邮件是说 奥巴马从芝加哥点了6500美元的披萨和热狗 半夜从芝加哥空运到了白宫 给一个私人派对 因为这件事情 希拉里写邮件给奥巴马 警告他下次更要慎重 邮件写道 亲爱的巴拉克 当我们开始做披萨安排时 我觉得我们要比这次更谨慎一些 我原来没打算在白宫做这个事 你要记得热狗门会来 但是如果你弄得太大了 那我们就完了 我觉得我们最好只是在事先决定好的地点来进行 同时 收件人 还有呼马 阿比丁 约翰 波特斯塔 还有南希 佩洛西 那么大家觉得如果奥巴马点的是普通的披萨 希拉里会这样提醒他吗 对 没错 这就是一群恋童癖 强奸折磨儿童的社会精英 到这里呢 我都有点认知失调了 这个所谓的认知失调 就是有时候 人们对自己的核心信念非常相信 当和他们核心信念抵触的证据被摆到他们面前的时候 他们不能接受这些新的证据 这就造成了一种非常让人不舒服的感觉 忽略甚至拒绝任何和他们核心信念格格不入的观点 这个就叫认知失调 这个就像我们很多大陆的一些朋友 当你讲到共产党的黑暗丑恶和批判的时候 因为和他们长期所受的教育相冲突 所以他们就来个根本不相信 或者是忽略 或者是拒绝 你给他们的格格不入的这些观点 那么有人问 这些比国家机密还要秘密的事 是怎么会传出来的呢 我在明天的节目里 会讲到一个抠组织 ABCD那个抠 这个抠组织是让许多真相大白于天下 让我们看到美国的主流媒体是如何造假的 让我们看到世界上的精英团队是如何布局全球的 甚至还包括911 包括一些国家的战争 包括对两位总统的刺杀 包括川普总统布了20年的局 由于时间关系 咱们明天接着聊 明天咱们就聊一聊这个抠组织 好朋友们 老猪龙门阵 今天就和你聊到这里 我们每周礼拜一到礼拜五 准时在这里相见 请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老猪在这里 谢谢你 好朋友们 再见 再见 好朋友们 再见